森巴底坛三层皮 一针这些看到的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猪篮球 今天胖猪哥哥球迷的 咱一起来聊一下中国男篮 聊中国男篮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下中国男篮 我们正在积极备战 男篮亚洲杯的近期的最新动态 那么郭世强也是最新宣布了一个意外决定 让广大中国男篮球迷支持郭世强的球迷 感觉到非常的重大的意外惊喜 那么让中国男篮整个教练团队 也是完成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有机会在郭世强的引领之下 去剑指亚洲杯的冠军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国男篮在结束了男篮亚裕赛 以及奥运落选赛 两项赛事之后呢 球队已经抵达了清远基地 在进行一个14加7的一个封闭隔离之中 那么在封闭隔离之后呢 中国男篮将会正式的在清远基地 展开下一个阶段的冲刺备战 但是呢我们同样又不难发现 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声音 大家感觉到 杜丰此前带队的六场比赛 整体的表现不是很好 对吧 男篮的奥运落选赛 两场比赛输了55分 男篮的亚裕赛呢 面对着日本的二队 我们两场比赛都是惊险的取胜 所以说啊 杜丰带队所指教的整体的成绩 出现了不佳 所以说也有很多球迷表示 让郭世强取代杜丰 当中国男篮亚洲杯的主帅 带队或许更为合适 那么同样呢 我们也还知道 那么目前来看 杜丰他此前在2017年 也曾经代表过中国男篮国家队 是吧 去出征过 带队出征过亚洲杯 当时的那家亚洲杯 还刷新了中国男篮 出征亚洲杯的最差记录 是吧 球队仅排名第五的位置上 而要知道 在今年的亚洲杯上 中国男篮我们 要面对着更加多的强敌 像日本啊 菲律宾等非常多的一些 拥有着规划球员的一些球队 也都是大肆的崛起 中国男篮我们想要在亚洲杯上 有所作为 确实困难比较大 而且呢 要知道 其实如果说让杜丰 一直续代的话 确实杜丰 他确实有着一个 很不好的历史的战绩在里面 如果说能够在亚洲杯之前 换一个经验老道的郭世强的话 或许大家认为 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呢 我们知道 近期呢 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声音 说郭世强想要 是吧 主动递交辞城 想要离开国家队 而返回到广州队呢 去带队广州队的一个下训 因为呢 他已经缺席了 太长时间广州队的下训了 如果说继续缺席 继续带队参加下边的 这个蓝蓝的亚洲杯的话 那么这对于广州队 下训赛季他的成绩 是很难有保障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郭世强将会算出 怎样的选择 是吧 究竟是我要继续的 辅佐渡丰 带队国家队 还是说我要回到 居住部去执教呢 就在今天 我们知道 我们国内媒体 也是正式的发布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国内媒体在线上 采访郭世强的一个视频 郭世强呢 也是拿着手机 主动的拍了自己 所居住在清远基地的 一个酒店内部的环境 那么整个基地内部的环境 还是非常的优美 并且呢 介绍了整个房间 内部的一些设施 以及自己的日常的 工作安排和训练计划 能够看出呢 郭世强一直在 这个房间内部呢 保持一个相对系统的训练 自己保持了一个 良好健康的身体的同时呢 也在不断的制定着 接下来亚洲杯的方案 同时呢 郭世强也是宣布了一个 让大家感觉到 比较意外的决定 他宣布了自己将会留队 接下来继续辅佐杜峰 去出战 南南的亚洲杯 那么可以说 伴随着他的 这样一个意外的官宣 意味着郭世强 将会进而的 帮助杜峰 去升级他的教练团队 将不用再考虑担心 是吧 教练组需要换人了 对吧 因为大家之前都知道 郭世强一旦离开的话 需要重新给他 调一个助手过来 那么但是呢 郭世强对于这支球队 他是这个智囊团中的 最重要的一员 是这个球队中的 绝对的军师 是杜峰不可或缺的 左膀右臂 如果郭世强离开了 对于杜峰的教练团队来说 是一个大打折扣的一个实力 但是如今郭世强 宣布留下了 将会辅佐杜峰 他表示 将要冲击亚洲杯的 一个好的成绩 也就意味着 中国南南我们的 教练团队的 整体战斗力将会升级 而且呢 知道这一次 在南南亚洲杯上 中国南南除了 教练团队的升级之外 我们球员阵容 也要进行升级 但是呢 目前来看 九叔战争的意见连 和目前仍有 伤病在身的郭远伦 两个人 回归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呢 另外一位 我们非常期待回归的 我们四号位 国内本土最优秀的 四号位球员 他却非常有可能回归 谁呢 就是曾经在CBA单场 有过38分 高分 超神记录的 这个胡宁秋 对吧 我们知道胡宁秋这名球员 是我们国内 目前可以找出的 四号位最优秀的球员了 但是呢 最薄弱的就是四号位 如果说胡宁秋在参加完了 东京奥运会之后 火线的驰援中国男篮 来补强中国队的 我们的四号位的位置 将会让内线 我们形成胡宁秋 搭周期的这样一个 内线的双塔的屏障 那么让中国男篮 我们的四五号位 形成了整个亚洲 最具侵略性的 一个四五号位的一个搭档 那么届时中国男篮 也就真正具备了 去挑战日本澳大利亚 这些强队 去有机会 去争夺一下 亚洲为冠军的 一个可能性了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 郭志强能够辅佐渡风 帮助中国篮球 早日的重返亚洲之巅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我们记得 胖周聊球话 在线聊到这 喜欢胖周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话听听听 聊段球